他既有旧时贵族的千金气质,也有千娇百妹的独特风味,他有着极为显赫的背景,既是豪门之后,也曾四度当选影后之人,可却最终,他却落得寒怒自杀的结局,终年不过三十岁,让人不禁扼腕叹息红颜薄命,他就是林黛 生在官宦之家的林黛从未享受过家庭的温暖,年幼时期一直生活在国外,回国之际,父亲程思远身边也已有了新人,在无他母亲的立足之地 尽管父母分离,但父亲对他的庇护还是一如既往,贵族小姐该有的待遇一样不落,林黛的父亲曾在回忆录里这样描写林黛,高据其中,地态甚好,地址林黛自小就十分高傲 然而再如何显赫,也抵不过那个年代战乱动荡的局势,父亲自顾不暇,无力再去照看他的生活 无奈之下,林黛与母亲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后定居到了香港 最后因放置在照相管橱窗里的写真被电影公司相中,自此走上了演艺圈的道路 然而林黛一开始的星图并不顺利,加之被色迷心窍的土老板骚扰,林黛选择了用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抗议,索性被同事严峻及时发现,救回了一条命 严峻于林黛不但有救命之恩,也是林黛生命中的伯乐,为他争取到了主演电影《脆脆》的机会 此后,严峻跟林黛这对《金童玉女》便穿梭于各大电影制作之中,其中《金莲花》更是让林黛得到了第一个影后的头衔 自年,凭借,貂蝉,蝉蝉影后,他的名字彻底在香港演艺圈乍响,就在林黛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,爱情也随之到来 林黛赴美进修时认识了民国将领,云南王,的第五个儿子龙绳勋,两人迅速陷入热恋,并且在1961年就举行了婚礼 1963年林黛为龙绳勋生下了儿子龙宗汉 哪怕结了婚,林黛对于自己的事业也是不敢有所慢待 为了保证荧幕前的完美形态,她一直维持自己18寸的黄蜂腰,更是为了让脸蛋看起来光洁无暇而风打雄性激素 最终因主演《千娇百妹》和《不了情》再次让她荣灯影后宝座,风头盖过了当时香港的一众女星 然而后背小声的崛起让林黛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,心高气傲的性子早已扎根 她不允许自己处在猎处,可结婚生子后的林黛早已力不从心,无法再与新人,厮杀 她知林黛之后又遭到原影视公司导演的辱骂,回家又与庸人发生了口角上的争执 于是,林黛吞下大量安眠药还开了煤气,最终把自己推入了自杀身亡的道路 中年三十岁 在林黛去世后爆出的遗书中可以看出,林黛的本意并不想赴死 只可惜造化弄人,还是香香玉允了 林黛短暂又传奇的一生让人羡慕,又让人感叹 不管为了躲避纠缠还是赌气,林黛的首选办法,就是以死相逼 最终辉煌的一生戴然而止了,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,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